林迪选战华林县第八选区三地原住民县议员参选人连一龙 在捷安乡成立了南区服务处 不少修林乡民众和修林乡带菜培火等多人和地方企业前来相挺 连一龙表示实现自己的证件在南区成立服务处 来扩大为乡亲协助各项原住民事务和社会福利 也希望获得多数选民的支持成为议员 为第八选区三地原住民主义公所 争取更多福祉与建设应有的权益 议员相对林荣表示 在争取选民的支持 希望能够跨越蓝绿部分族群 同时积极争取地方的认同 深信选民自由血量的眼睛 尤其人计刃是我们未来的希望 长者更要有宝贵的经验 在世代的模式 如第八选区三地原住民 县府议会公所代表会中央不是对立 而是合作 才能够让主人们世世代代在花莲 继续向前走 又不断向前破例 毅力和行动力 这次会在南欺庆丰村 成立一个服务处 主要是针对我们的 无论是旭里乡的乡内 的南欺的乡亲朋友做服务 在这边 在我的能力范围之下 也针对我们的花莲市 吉安乡 收封乡的三地原住民朋友 在此 也让你们感受到 我们的服务 联益龙的服务处 就是在我们的吉安乡 清风村 位于在660-2号这个位置 有需要我的服务 欢迎大家来到此地 我将有专人的替大家服务 那至于我本人 一样会下乡 甚至到我们的各村 各部落去关心大家 一方面 关心我们的主人 真正需要的问题 我来协助大家 在我所有的资源 以及我们社会的公益团体里面 我也告诉大家 在这个方面协助 每一位可以解决你们的问题 主要的目的 就是我的服务 热忱 再来就是我们的务实 诚信 来协助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 可以感受到我的服务 支持的主人 以及相信表示 联益龙君子退伍 担任相待 积极未免喉舌 光环弱势 还有支持联益龙的学弟表示 任君子得晓如何打赞 也知晓如何理性谋合 联益参选是为保护 与争取下一代 将近更多的权益 也是为让政府 静止更多的事 让人值得一些的事 支持选民自我分析 资金地方选区 三地原作民先言 有更多人加入参选行列 而人民渴望改变诉求 是依然不变 但是需要有能力 诗人预言 理性谋和和幸福 议会公所代表会中央 让华林永续 展现生气和福利 记得就要议 接下来